小小姐 走 这有什么好吃的 两两小小姐 我觉得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今天 魔术 闻一下 看起来很不一样的样子 闻一下 怎么样 看起来不怎么起眼 但是似乎您的汤底也满费功的 这个羹不是用什么粉勾芡 最主要吃食材 食材还要有锁住它的营养 不要是放在水里面飘 飘 飘 煮到营养都流出来了 那你这样子吃一口这个菜 现在听你这么解释的话 这道菜还挺有来头的 似乎很好吃 到底叫什么菜名呢 我们今天就叫一个 鲜虾白菜冬笋羹 可是虾在哪里呢 小翔子吃掉了 我们来吃 赶快吃菜 去洗澡 好不好 根 最重要的是什么菜 大白菜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梗太多 对 梗多叶子少 然后呢 台湾的那种传统白菜呢 没有什么梗 就没有脆感 你懂得是吗 那再来呢 虾很重要 新鲜的这个海鲁虾它头 我要它的虾膏 所以你只要把头 这样子 剪掉 因为这边有肉 所以你稍微扯一下 扯一下 扯一下 然后就剪下来 所以你看这个膏 在头里面 然后这个身体 吃多一截 OK 这个因为你先洗好 加冰块 盐巴先洗好 然后把它瀝干 那你这个虾是保持很冰镇 很新鲜 那今天因为是羹 如果你也不要煎过也不要 那你就快速进到羹 咻一下 OK 所以你偶尔可以让你吃划刀的 请客 这可以宴客菜 那因为你要花纹 今天可以给你划深一点 这个拿起来先 这里才会是霓裳 旁边那绿绿的不是 我们都误以为绿绿的是霓裳 不是 绿绿的这个是很甜的 增加它的甜分 好 划平一点 等一下煮的时候 它会开花 好 这个汤图也很重要 就放下去煮一煮滚了就好了 不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吃 比较精华的一点羹 不是汤汤 很多汤羹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爆香这个 蒜头 这个有点热气 所以你这样子是在烤它 马上就金黄色了 先干烤 比较香 对 然后再下一点油 今天很多人不懂 他们以为说避免油爆 不是 是你当蒜头先干扁的时候 它的香气湿出 跟你用油去爆出来不一样 对 而且你这样油会比较神 OK 不用一点好油来爆 Oh yes OK 我要把一些油倒出来 我不用那么多 等一下我今天根的菜 不是味道汤里面 我今天是用炒的 会更好吃 所以刚好这个 有蒜头的香气的油 等一下拿来炒菜 好 这个要下去 好 好 我们给它烤一下 加一点点盐 真的不一样 尤其蒜头爆蝦 超蝦的 超蝦 很蝦味 师傅 对 很浓的蝦味 非常准备 好 鸡汤我用1000cc 好 我们给它炖个15分钟就好了 我们放在旁边 好 这个红萝卜 今天的根都是快炒的 所以不要太粗 也不要太长 因为吃了会噎到太长的话 白菜我用先对棚 白菜 如果说你吃不完 用锅的 不要浪费 把它锅 顺便检查一下 有没有泥土在这边 对 因为你一剖开 它容易氧化 你会浪费 对 谢谢你去信我 是我的白菜有口感 我没有切那么薄 我大概切1公分 可以吗 0.5公分 你白菜走这样也不好 会断掉 对 哏在这边 哏另外 好不好 然后这个 OK 好 等一下 它是走怎么样的一个 它这个走这样 所以你这样放是不对 你这样子翻过来 它是走这样 这个也走这样 再疲在一起 这样懂吗 然后你这样跟着纹路走 为什么白菜这样用斜切的方式 因为我们要 才不会像我刚刚切横切会断掉 对 不要让它断掉 就是要吃到菜一条一条这样 这样懂了吗 叶子 先切叶子 叶子放底下 梗放上面 对 那梗呢 你切 切斜的 切斜的这样 OK 梗放这边可以 梗放这边 OK 冬笋 我们尽量让它 不容易断的话 你要跟着纹路走 我们先来讲一下 今天的胶质是什么 揭晓一下 就是白木耳 等一下呢 这个虾的高汤 跟鸡的高汤熬好呢 我们就可以加滚滚的高汤 搭搭搭搭搭 它就马上变成很烂 很泥的 很糊的那个 白木耳的一个汤头 你看 带来吗 已经糊糊了 好 好 因为它是虾汤 所以它的颜色 不是白白的木耳 OK 我们现在倒回这个锅 然后小火煨它 好 OK 那我们这边 锅子 不要太热 水珠慢跑就可以 刚才我们爆香的 虾的那个 蒜头跟姜的油 再爆香一些姜丝 因为这个姜丝是要吃下去的 所以我今天 有点细 比较细的 因为这个要吃的 把它摊平 你在爆香姜丝的时候 鱼皮把它放在旁边 烤一下 烤一下 干烤一下 它会粗水一点 好 来 因为这个是熟的 已经煮熟的 所以我们只是烤一下 我们不要是煮得太烂 我等一下晚一点再放 OK 好 这边的姜丝OK 那我们现在下这个笋 红萝卜 你用这个炒韌皮 炒有香气 所以那是无水烹調的一种 对 炒出香气 然后再用它本身的蒸汽 把它熏熟了 对 然后我们把白菜放在上面 因为我们白菜比笋还快 而且最主要我觉得 它这样子的白菜 不是在水里面煮软的 是 差别 只有差别 对 OK 好 那我们金箍去掉一点点 现在我把它拔开 晚一点再熏上去 帮你送 把它送一下 你要先拌叶子 还是先放这个 我看一下 我把它拌一下 再来一点盐巴 好香 一打开就是笋的香气 OK 一点点油的香气 可以让你的菜的香气不一样 OK OK 可以了 这个菇来 先放菇 好大气 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吃到这道菜过瘾 好 那我们再给它烤 OK 那这个呢 我去检查一下这个稠度 如果你觉得比较稠 我这边还有高汤 因为刚才我说 你一千细细可能有一些被 虾头吃掉 所以你再加高汤 加到你要的稠度 不要忘记你的白菜会出一点水 好 那我这给它滚起来 我的虾 要快速地焖在这个羹汤里面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我们这种是打破传统的煮法 对 不是放在一大锅煮一点菜 我们是刚好的尺寸去煮 一锅菜 满满的 对 这样的菜特甜 对 我依然保留这个菜叶在上面 所以为什么刚才要分清楚 梗归梗在底下 叶子归叶子 所以切的话要记得 这个跟观众讲一下 梗不要跟叶子在一起 OK 好 那再来呢 先一杯半的梗下来 其他我要淋在菜的旁边 OK 所以再给它烤 咸度会够 因为我的鸡高汤有咸度 好 要搅拌了 好 现在可以搅拌了 要搅拌了 好兴奋 这样看起来好贵 这样子你的叶子一直保留在上面 叶子不会过熟 那梗是刚好熟 你看 我把它搅拌得很均匀 你吃的那一口有 有满天心的菇 有笋 有红萝卜丝 红萝卜丝不是重点 不用加太多 如果你要加一点白胡椒在这边 可以 有些人喜欢要吃再加 你要先吃一口 那我这边要装起來 很奇妙 雖然这现在是菜 可是因为那个汤底 有蝦的鲜美 有蝦的鲜美 喜欢吗 那我跟你讲 你的叶子还是要放的时候 乱七八糟放会比较好 通常他们是一锅要去蒸 可是如果再去蒸就很可惜 可是因为节目中示范 这样的一个宴客菜 在家常话就是告诉你 其实我们在家里吃 可以吃到新鲜 好 好 最后滚一下 然后再把虾 虾加进去 OK 因为这个鱼一定要大滚一下 OK 不要煮太久 因为被剖得很平 要把它分开一下 好 大概半分钟就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羹 你主要是吃菜 看到吗 OK 它会有一些汁 因为我没有滤得很干 然后现在滚了 一一一 赶快关火了 熄火了 这道菜你在家做起来 你是超有成就感的 对 而且请客很大气 对 好 Ya 成功了 很棒吧 這就是我們為大家所示範的 鮮蝦白菜冬筍根 原味是 講的口水的原味 報個菜名吧 不知道 我就是故意逗你的 我就知道你根本就不用心 整天可以在那些格格身邊 就沒有想娘娘到底需要什麼 我們今天這個菜就是 我為你今天有什麼好吃的 哇 你貼是沒貼啊 哇